詞曲 李宗盛 風遮住了雙眼 燭火尚未安 酒水已忘船 細雨淋濕新年 往事如雲煙 夢中又重現 月年月月 風雲起水流動 木染回首 白絮若回情衷 一處陽光 一心妙如故紅 離青年很難求 很難求 萬事空 年段外卻還用 一江城供應生 供應生 那兒淚誰人懂 誰能眼望藏熟 我沉醉到甜蜜 願與你生死一共 有誰能一世英雄 英雄 有誰能一旦 永遠 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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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心款待两位郎中 只要他们所需 都要满足他们 可他是吴国的将军 公主尽愿以封地为赏 来救他 救活了他 他就会是楚国的将军 楚国如有他 竟可万般无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呀 我欠了他一个葫芦 我跟扁鹊打赌输了 输了一个葫芦 至今还没有给他 你又伤心了 我恨他 恨不得能把他随时挽断 可现在 你看他多可怜 他躺在这儿 一动不动 连喘气声都这么弱 你看他像不像一个孩童 一个长不大的孩童 像 像 像是一个孩子 需要别人照顾 需要别人疼你 王叔 我 师父 尼洛这是怎么了 尼洛不是糊涂了吧 尼洛不是走魂入魔了吧 尼洛原本是恨他的 他 我还差点刺死了他 现在 他就躺在我的面前一动不动 虚弱无力 只要尼洛一身手掐断他的喉咙 就能送了他的命 为姐姐报仇 可现在 尼洛这手 尼洛这手却下不去 尼洛这手却下不去 尼洛现在 只想看他醒来 看他活下去 心中装满了人爱 人爱会在心里 慢慢地长大 长大 长成一棵 参天大树 会遮盖掉 仇恨的阴影 尼洛 你也慢慢长大了 当一个女子 看见男人 像个孩童 那他长大了 就算是 效果 他哭到你 他很确实 公主 公主 老朽跟小徒已给孙先生敷过药了 三斤过后他会苏醒的 我已经把药配好了 留给公主 只要暗天给孙先生服用 九天之后他就可以起身行动了 老朽跟小徒告辞了 两位郎中请留步 我已有言在先 以忠离居朝两城 附带方圆百里为赏 但求一副灵丹庙要来救孙先生 你们且留几日 如孙先生能醒来 我便要感恩兑现我的承诺 我可向大王请求 封你们为忠离侯 封侯 封侯就免了 公主若想感恩 待孙先生醒来 放个孙先生便是 郎中认识孙先生 我只是读过他的兵法 周天子列帝封江后 天下大乱 诸侯会盟 都想成罢 无处要争罢 金处也要争罢 就是齐鲁 也不肯甘居人后 不知哪一天 那大秦也会出铜关 争夺天下 乱世啊 公主 这乱世中 正少一个 孙武和他的兵法 作为以乱治乱 先生是 老朽乃一介草民 只是 玄乎济世 游走四方 听闻多了一点 先生一息言 如醍醐灌顶 请先生留忠离为侯 造福方圆百里 老朽如为侯爵 那就要背负起 居朝忠离两座城池 这对老朽来讲 实现累赘啊 哪有老朽 这般游走四方 自在呢 告辞 公主请留步 老朽小徒 告辞了 刚才两位郎中都说了什么 回公主 那个老郎中说的不多 那小郎中说的多 都说什么了 那个老郎中说 欠了哪个人一只葫芦 那小郎中就说 就说孙先生像个孩童 还说 还说什么 对了 公主 我听见那小的叫那老的 王叔 王叔 这就对了 吴王叔记诈 公主如想追他 何不下令让君族去追 那吴王叔三让王位 受天下人敬仰 岂可遭此 连他都来救孙先生 可见孙先生为旷世之才 绝非浪得许名 吴王叔还说 在这乱世之中 正少一个孙武和他的兵法 来以乱治乱 此话正合我心 我要救孙 正因为如此 正因为如此 博女 他醒了 醒了 那个郎中说三更天醒来 还真的就是三更天醒来的 博女 我怎么睡着了 这一觉 睡得我很累啊 先生已经睡了五天五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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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博女 你是谁 是 楚公主 灵月 幸悔先生了 公主 又是一个公主 禀报将军 公主悬赏求医 召来了两位郎中 已将那孙武救活了 公主悬赏求医 救活孙母 是何用意 小的不知 全城的人也都不知 公主未嫁成庆祭 不会是要改嫁孙母了吧 将军 伤口伤未痊愈 不可轻动 快快将本疆医好 我还要与孙武战伤级回合 是 不要让公主放跑了她 遁命 将军 拜见大王 不爱卿 大家听到孙爱卿的消息了吗 回禀大王 陈伯匹遵大王令昼夜奸城潜入中林 探听到孙武 已经叛逆归顺了楚国 孙武叛逆 孙武这贼子 早敢将他剁成肉教 大王 不信 不信 孙武会叛逆 也许博大人探听的消息有误 大王 孙武正在楚公主的行宫疗伤 陈找到了楚公主的袍钉 那个袍钉 曾是陈在楚国时的家奴 陈曾有恩于她 她告诉陈 楚公主自从得了孙武 欢言得很 楚公主还吩咐刨除 每日三餐必备珍奇佳肴 楚公主还亲自下厨喂汤 说是要让孙武好生地补一补 不用说那楚公主分明是想 招孙武为驸马 那袍钉说 楚公主为驾成庆祭 倒得了一个孙武 这驸马爷左右脱不开 是吴国的将军 钥kol 鞋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主 先生 我这是 先生终于醒了 那孙武谢过公主 孙武这贼子 把巫国的脸面都丢尽了 孙武 和公主姨罗成婚当夜 便将公主姨罗赶出了家门 公主姨罗至今不知去向 吴将军 这个事情你应该知道底细啊 吴爱卿 臣在 可有此事 臣听孙武说过 大王封的公主姨罗 并不是孙武赶走的 而是公主自己走的 大王 孙武落难中离 正需要我们搭救 岂可胡乱地猜忌于他呀 大王 夫盖也与武将军有同感 孙将军绝不是不忠不义之人 公主这儿怎么会有兵法 是孙先生写的 我抄路的 公主也懂兵法 你这兵法 是我所见过最为深奥的兵法 但也是我最为惧怕 甚而最为痛恨的兵法 自兵法问世以来 有人叹服 有人看不动 但像公主如此感受 孙武是头一次听说 女妈造人 是为了让人人享受和睦与欢爱 可先生却造了一把利剑 来搅动人间 从这兵法中 我所看到的是 倒下的千万个躯体和血流成河 可是公主 即便是没有孙子兵法 征战和杀戮就会不存在吗 更何况 我在兵法里讲过 用兵的原则 迫使敌国举国降服为最上策 用兵去击破他 为最下策 所谓用兵要慎战 更要止战 孙先生 这世间能有几个能懂得你的慎战与止战的道理 吴王和吕必定读过这兵法 他懂吗 他懂吗 那吴子虚也必定看过这兵法 他懂吗 吴国的大将军夫盖和王子夫差 他们也都必定看过这兵法 他们都懂吗 父王 孙武既已叛逆 但该斩草出根 儿臣愿去孙武府上 将这贼子之妻之死一同捉来 免得也跑去楚国 王子想的周觉 大王 孙武已背叛了大王 归顺了楚国 遵大王令 将你与这贼子押出城外 再逃出根 你们这是在陷害孙武 孙武为解吴国之威 冒死与庆济决战 现在生死未卜 你们不去救他 反倒来加害于他 你带我去见大王 我要问了大王 还有没有天理了 雄妖都说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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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将军快救救我们家夫人 我们家小主人吧 夫人去哪儿了 夫人被被大王派人给掳走了 说日音孙将军叛逆 大王已下令要斩杀夫人和小主人 我刚从宫中出来 大王并无此令啊 谁如此大胆 敢冒充大王之令 不好 夫人受惊了 在下并非五王合律之侍卫 实在是楚国深毛续将军手下的签夫长 奉楚国公主之令 特来接夫人和萧主人前往中里 为何到我们去中里 孙将军已经归顺了楚国 一派胡言 所以我不可能背叛吴王的 快放我下车 夫人 孙将军身负重伤 正在疗伤养病 孙武受伤了 他伤势如何 九死一生 快 快带我去看他 是 来者何人 对方听着 吴国将军吴子虚在此 你是何人 竟敢冒充大王之令 解孙夫人 吴将军 在下乃楚国深毛续 帐下签夫长包以示也 久仰吴将军盛名 在下奉楚国公主之令 特来接孙夫人去中里 看望疗伤的孙将军 此乃人之长青 请吴将军让路 吴将军 你别拦着我们 我去见长青 夫人 不是我不愿意让路 而是你看 你怎么走得了呢 你俩问我 这都还没必要 去的 我问我 你却是 你没有 变成 玩意 你不许 你不许 你们 liksom 我就是 那管我 我听他听你了 一番市兽 我听不懂 这种岁别人 你听你听你听 我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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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王 难道大王也相信孙武 叛逆归楚吗 寡人还想问问你 你相信孙武会叛逆复楚吗 伯女不信 伯女死都不会相信 既然大王已经拜孙武为吴国之将 那孙武就是大王之臣 君为陈刚 孙武绝对不会相悖的 寡人也不愿意相信 孙武会叛逆复楚 你不必多虑 站住宫中 寡人要替孙爱卿好好照顾你母子 大王 伯女已经习惯了府中的平淡生活 不懂宫中理解 再加上小儿 她经常提供会惊扰大王的 恳求大王放伯女回府吧 小儿 小儿的啼哭之声 圣果 摇尽嗣骨之声 寡人喜欢 寡人喜欢哪 哈哈哈哈 再说了 寡人也得替孙爱卿着想 来人 小人 小人在哪 大王 尊夫人展住后宫 好好顺服 与王妃同等 遵命大王 爱卿 下约 军川 离习依兮 如今 战 明白 夫人 非大王令者立战 夫人不想和小主人一同 白宋姓名 大王 孙武落难 我们当清理大救 陈远帅人马去中理 救孙武回姑苏 胡外卿啊 正在整治的太湖河道 尚未进攻 需要你亲自监控 再见的战船兵车 也尚未进攻 也需要你监控 你怎么拖得开身呢 可孙武 寡人也在替孙武着想啊 孙爱情不得不救啊 寡人决定派夫盖去营救 遵命大王 夫盖会带几个精壮勇士 潜入中理 强 也要将孙武给抢回姑苏 好 你且留下 寡人与你同喜两宫角 为你送行 多谢大王 先生可知道刚下过雨 听见打雷了 还在下吗 停了 那先生可知道你昏睡了多少天 多少天 整整六天的 来了两个郎中 配了药 把先生给救活了 郎中 孙盖 你知道寡人 为什么派你去中理 而不派吴子叙去吗 吴子叙到底是楚国人 王兄是怕他 吴子叙跟楚平王 有杀父之仇 寡人从不担心 吴子叙对吴国的忠诚 吴子叙恨不得 立刻踏平引都城城 将楚平王 绝目编尸 那王兄 为何不让吴子叙去中理 他对中理 比覆盖要熟悉得多 孙武的兵法 你可曾领教吗 天下兵法虽多 可都比不过孙武的兵法 这一次 他运用监技和火攻 除掉清技不说 还收回了清技三万多兵吗 可谓神奇无比 那你想没有想过 假如孙武真的叛逆复处 会是什么结果 那 对王兄对吴国 都是天大的灾难 吴盖 假如孙武把你付出 那对我吴国真是天大的灾难哪 吴盖 你能明白这点就好 寡人这次派你去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 把孙武救回来 假如孙武真的不肯回顾宋成 要么为寡人所用 要不然 寡人 寡人不派吴子虚去 就是怕他到关键的时候 发不了恨 下不了手 王兄放心 覆盖明白 盛将军伤口还尚未痊愈 你便来找我 该是为孙先生吧 正是 公主 沈宝旭担心公主 是在养补为患了 不知公主为何宁可失去 中离聚朝两城 也要救活松 沈将军 我出颖都 本是为了出嫁成婚而来 可亲戚一死 我倒进退两难了 沈将军 我该如何是好 难道公主 要嫁与孙武不成 有何不成 以我公主之身留住孙武 楚国便可一劫前忧 更何况 那堂堂孙武以三千六百字的兵法 赢得天下人的尊重 正是本公主爱戴之人 打着灯笼都难找 有何不成 又有何不可呢 公主 可孙武不思纳情绩 孙武绝不会背叛吴王和吕 申包续也是劝想过她的 是吗 孙武为你不会 对 但为本公主也不会吗 将他们俩斩首失踪 孙将军 华人要赏赐公主姨罗 给你做少夫人 姨罗叩谢大王 推上 没有人知道 我每个夜晚都在悲伤痛苦 我喝再多的酒 我睡不着觉 这倒是因为孙武 孙武欠下的债 今天就要由你来昏迟 王子 如果 你再比锦半步 博女就对你无礼了 你要行刺本王子吗 你要行刺本王子吗 去王子 早点回去安歇吧 可本王子今夜就要你来士气 博女身为孙家父 死为孙家鬼 可孙武已经留在楚国 不会再回来 孙武现在 虽然身陷楚国 但是博女相信她一定会回来的 一定会回到吴国 继续报效大王 此为忠诚二字 我女如果顺从了王子 如果 如果这样的话就违背了父道 违背了忠诚二字 现在吴王公救不得你 大家到 父王 父王 我呗 你闹给你 不大东西 滚 又沈阳 又沈阳 老虎 傲 mixed 伯女拜见大王 求大王放伯女回府住吧 寡人以为 把你们的母女安在宫中住 会保你们的安全 大人 大王 天亮即刻送孙夫人回府 传于吴子虚 家派人马看护孙夫 谢大王 寡人也不相信 孙夫会留在楚国 肯一定不会辜宿的 今夜 就在宫中安息吧 不会有人在惊扰你的 我手下 不愿意 我手下 就不愿意 我手下 你还不愿意 这 这 你还不愿意 你还不愿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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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